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说 要敬重那些真正的寡妇 因为他们无依无靠 就也不断地祷告 弟兄姊妹 就算你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 你可能也只是觉得 虽然祷告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但你对神的依靠 其实才是最宝贵的 这边的天父我们相信 依靠你的必不至于受愧 虽然我们可以做得非常之小 但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我们为教会祷告 愿我们学会懂得珍贵 那是在你面前 就也众心耿耿祷告的弟兄姊妹 愿我们明白 信心的祷告并不容易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帮助我们当中的祷告勇士 对你有更大的信心 我们也会那是有能力 帮助自治帮助其他人的祷告 我们盼望就是有能之事 经常受到激励 不甘白受救恩 而是要成为恩典的流通管子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弟兄姐妹你们好 我是陈牧师 今天很高兴 跟你们分享一段联谊秀的时间 今天这个题目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人 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谁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呢 尤其是不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是违背正道 比不信的人还要坏 那保罗的时代 那个教会的 那个弟兄姐妹 那个基督徒 在当地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他们乐意的去照顾 他们的家人 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 照顾一些病人 为什么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人呢 这里就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要遵循主的吩咐 要爱主爱人 爱别人呢 其实就是爱上帝的那个表现 圣经里面也照到我们 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爱主爱人呢 其实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在那个世界里面 最有利的一种的见证 见证我们就是主的那个门徒了 9月26号 我们就有一个drive by prayer visit 我们那个对象呢 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长者 我们呢会到我们的长者的那个家的门口 我们不会进去 会举起一些牌 比如说我们爱你啊 我们为你祷告啊 会点照会 关怀你啊 等等等等 因为呢我们很多那些长者呢 他们就在这段那个习间 不能够长长的出去 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很多习间呢 很多机会还看到教会的人 我们呢就借着这个机会 去问候他们 跟他们打了招呼 向他们问安 也呢 具体这个机会呢 我们可以为他来祷告 让我们的爱跟那个关心呢 送到他们的那个家里面 希望呢你也可以呢 参加我们这个 那个9月26号的那个活动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跟我报名就行了 好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种什么就受什么 我们孝敬父母 我们照顾我们的家人 其实呢就是像下一代呢 立下一个好的榜样 当我们变老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下一代也同样的 这样的关怀 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有一个弟兄呢 林弟兄 前几个星期呢 就有一个生日的那个party 他呢就退了他年老的那个父亲 那他父亲呢 有一个蛮严重的那个老人痴呆症 去那个party了 看着他呢 为他爸爸吃饭啊怎么样的 感觉到呢 他真的是不辞劳苦的去照顾他的父亲 其实呢 他已经在他的塞带的面前呢 已经立下一个好的榜样了 好最后 这是那个家庭的家居观成全的那个重要 这个包括呢 这个包括呢 感慨啊 忐忠啊 顺服啊 感恩啊 诚实啊 忠心啊 爱心啊 等等等等 都可以呢 从我们的身上面呢 全到下一代 刚才所讲的一些家居观啊 其实都可以从那个照顾家人啊 孝敬夫母亲的等等的那个事上面呢 找到 然后呢 我们怎么的那个成全下去啊 在这个居家抗议的那个时间啊 现在又有山火啊 再加上那个空气又不好啊等等等等 都让我们更加的向我们的家人显示出呢 主的那种爱心那种关怀跟爱心 好不好 好我们下期见 愿上帝祝福大家 拜拜